昼夜节律 俗称生物中 是生物为了适应地球自转 产生的昼夜更替 而形成的一种节律性的生命活动规律 这种规律 普遍存在于人类 动物 植物 甚至是细菌体内 大脑的视交叉上核 SCN 是生物中的指挥中枢 SCN 可以接受来自眼睛的光照信息 通过神经投射 和地质分泌的方式 协调外周器官的生物中 调控多种生理功能 包括免疫力 体温 血压 食欲等 生物中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与健康息息相关 一旦被打乱 可引起睡眠障碍 代谢紊乱 免疫力下降 严重时 会导致肿瘤 糖尿病等重大疾病的发生 近日 军事医学研究院 李慧燕研究员 和张学敏院士团队发现 SCN神经元 长有天线样的初级鲜毛 每24小时伸缩一次 如同生物中的指针 研究首次发现 鲜毛是能够直接调控 SCN区域神经元 同频共振的细胞器 通过它 可实现对机体生物中的 精准调控 此次有形生物中的发现 对节律本质的认识 和节律紊乱 所知疾病的治疗 具有里程碑意义 总而言之 遵循正常的生物中 在恰当的时间 做恰当的事 才能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